IPEC已經正式落幕了 但其中有一段話 我覺得布林肯的臉色蠻好笑的 布希不是一直營造 跟這個習近平一個互動不錯嗎 還說你的車看起來好漂亮等等的 沒有想到媒體問他的時候 他還說習近平就獨裁者 沒有錯 他是一個獨裁者 但是布林肯臉色一成 營造良好的氣氛 你怎麼說這個話 但是其實連中國的紅二代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 也在這個習近平出訪的時候 講這一段話 他說所謂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還是要有少數服從多數的過程 而現在根本就是一言堂 一個皇帝說了算 最近不是習近平到美國去 他們就說劉源號召各軍的集團長 現在習近平剛好去美國都不在 我們趁機就把北京給佔領下來 這則訊息我個人持保留 這則訊息我再跟各位說 我認為這則持保留 為什麼 這則訊息非常明顯 你要給劉源來穿小鞋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兄弟 請各位說 這次不是中國那邊辦什麼火箭軍 整個集團什麼什麼裝備集團部 現在在抓空軍對不對 抓抓抓 裝到張宥霞 不抓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他大哥 他不抓了 習近平的大哥 習近平的大哥 所以他不抓了 但現在雖然習近平人到整個美國去 對不對 中國現在的整個官場的 整個肅清沒有停 最近青海省的副省長 他叫洛玉琳 他們就說這個人搞兩面策略 大搞情色 前色的一個交易 開除黨籍也要取消退休的一個待遇 那最近中國有一個爆料者 他的名字叫王安娜 王安娜就一直在喘 就說趙樂際涼了啦 趙樂際每次都跟習近平唱反調 但講句實在話啦 趙樂際說他涼了 這句話已經傳六年了 其實趙樂際也一直都沒有涼 但趙樂際這個人有個好處 這個人雖然有時候嘴巴稍微壞一點點 但是趙樂際他平時很低調 而且趙樂際這個人 膽子非常非常的小 在習近平已經殺了這麼多人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再殺所謂的一個趙樂際呢 這個持續要再來看 但最近全世界的整個天氣 真的太怪了 我們現在看第一個落地 最近黑龍江突然間蹦的一下 就下大雪了 那下了大雪之後呢 大家都說怎麼會下這麼大的一個雪啊 整個東部的一個降雨量跟雪量 都創下了整個歷史的一個紀錄 那這個目前來說的話 這個是傳說中的一個北極風暴 這一波的北極風暴非常非常強 多強呢 整個美國前一天還在穿整個短袖衣服 蹦的一下下降三十多度 突然間就下雪了 這是美國的一個狀況 中國也是 所以中國對於這一波突然間的一個下雪 有點受不了 那很多人會說這個突然間下雪會產生什麼事呢 問題還挺大的 農作物全沒效了 我農作物只要沒採收 他一下雪完之後 所有的農作物通通不能收了 這是一個比較不好的一個狀況 那現在網路哀嚎就說 哎呀上天要收人 上天要收人 可是黑龍江的人 我認為他們有辦法持續的來走過去 拜習會呢 大家關注到的幾個點 拜登希望中國不要介入選舉 第二個 中國到底有沒有可能對臺灣動武 習近平是這麼說的 沒有什麼二零二七或二零三五 對臺動武的計畫 沒有人這樣告訴他 他的優先選擇還是和平統一 但是觀眾朋友 重點是在統一 然後統一目標是不變的 不管是和平還是最後不得已的動武手段 不知道拜登這個聽了 作何敢想呢 來 明杰 對 這個習近平 為什麼會主動在拜習會裡面 談到說他傾向和平統一 然後這都主動講的 他說這個沒有所謂的二零二七或二零三五 的這個犯臺計畫 會這樣說 我認為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 當然和平統一 同樣用和平的方式 就是要併吞臺灣 對他來講 本來就是上上策 因為這是不廢一兵一組 那如果能夠和平的方式 整個拿下臺灣對他來講 當然是最好 但是當然過去來講 我們觀察這幾年來 他共軍對臺的軍事壓力越來越大 那當然他自己在中共二十大 都對這個解放軍下令說 在二零二七年 解放軍建軍百年 要完成這個現代化的目標 達成國家戰略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這個部分被美軍解讀說 二零二七年可能是犯臺時間表 那他自己強調說 沒有人和他討論 也沒有這樣的計畫 那會這樣說我認為最重要是說 第一個現實上 他自己可能也評估 因為我們近期看到 這一個共軍內部不是非常多 包含火箭軍一連串 連部長都下臺的侵襲 他可能從這些共軍內部貪腐過程 也發現共軍現在沒有能力 可以來犯臺 那更不要講說 萬一美軍介入 能夠跟美軍一戰 這樣的能力是不具備 第二個中國內部現在經濟發展 陷入困境 同時還有這一個整個政局的不穩 情況之下他想要透過緩和美國 中美的關係優先 然後再回過頭來全力對內維穩 也是他現在認為共軍可能沒有辦法 對台動武這樣的條件 那不過我認為真正目的 這一次其實通篇拜習會 我最關切的是一點 是習近平要求美國停止偽裝台灣 所以這一個才是他真正這一次 這一個會談中間最重要的策略目標 他先說我們沒有要打 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不要再武裝台灣 前面其實都是唐一 後面才是包的是毒藥 所以停止武裝台灣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講述重點 那所以《華盛頓郵報》 有一篇專欄 我覺得形容非常貼切 他講說這是要讓美國 陷入虛假的安全感 讓你認為說不會對台動武 所以你不用緊張 也不要再去武裝台灣 同樣其實也是要讓台灣 這一個等於說卸除新法 因為有這樣的說法 習近平沒有打 中共不會犯台 那你看這些親中統派 會不會出來跳說 不要浪費錢在國防上面了 甚至也不要再跟美國買武器了 否則會這個觸怒 可能北京對台的態度 所以這些我認為 都事後都還有分化美台 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才是他真正重要的一個策略 一個目的 不過這一期話出來 當然在拜登面前講 好歹也是一個大國的領袖 那當然這個美國也會來檢驗 那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我認為表面上短期內 這一個台海情勢 我認為會稍微緩和一下 表面上 私底下我認為絕對還是暗潮洶湧 因為長期上 當然中共講的話能信嗎 習近平講的話能信嗎 一向是說一套做一套 不要講這非常多的潛力 我們舉不久之前 十月中時 其實北京有一場襄山會議 那時候代表 因為現在沒有國王部長李尚福 他的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六祥才出席 那時候不釋財 這一個色身立言的強調說 中國絕不放棄武力犯台 怎麼沒多久之後 馬上又說沒有犯台計畫 所以這一個說法 張又俠的那個說法 相信其實還是習近平內心的這個說法 那如果你真的是有這樣的意圖 怎麼為什麼不公開 直接宣布說 這個未來不會武力犯台 只有講說沒有犯台計畫 我覺得這還是不可信 第二個 其實過去有非常多的案例 可以拿來檢驗 我舉例來講 2015年那時候 馬錫會在新加坡舉行 馬英九回來 還這個非常得意說 他跟習近平有當面提說 要求他撤飛彈 那習近平還跟他講說 中國部署的飛彈不是針對臺灣 我們很久就信了 回來就很高興 說這些不是對臺灣威脅 你看臺灣就是會有人很天真的相信 第二個 還有包含像國際上 其實習近平那時候也跟歐巴馬會面 那時候其實歐巴馬要求說 這個中國在南沙 這些所謂島礁軍事化 不要再進行 他也同意承諾 結果事後你看島礁越來越多 越來越軍事化 所以本來就是說一套 做一套表面上打官腔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我說我們不相信 其實拜登當然也不會上當 所以你看拜登在這個班習會裡面 其實一句話非常重要 媒體問他說 你相信習近平講的話嗎 他說這一個 trust but verify trust的表面上是給習近平 這個面子 我相信他 但是要 verify 要檢驗 看他到底說一套 是不是真的有做到 這個很重要 那當然他也直接強調說 會繼續防衛臺灣 那唯一的差異在於說 現在這個北京同意說 要跟美國恢復軍事對話 有熱線可以打 避免雙方可能因為擦江走虎 真的引爆戰爭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是存在 但是這些活動 其實我認為 他其實還是會繼續進行 因為過去這兩年 你看他的這個基建 第一個破台中線 已經做了 第二個這個海上逼近 臺灣的二次海裡 其實都對臺灣 在這個步步的蠶食得寸進尺 這些都可以拿來做談判的籌碼 所以這次就是要拿這個來換 美國停止對臺 這一個武裝 這樣的一個目的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短期 基本上來講 當然合同還是他的主軸 那現在短期 因為臺灣要大選 所以對臺滲透 對臺戒選 絕對是他接下來要全面 要這個進行的一個手段 那當然軍事的部分 可能擺在後面 那再試臺灣的選舉結果 再來運用 試臺灣的選舉結果 再來運用 玩下伏筆 玩的 玩法 玩 玩